你现在收听的是张敬伟的频道 现在时间是2023年3月16日 星期四的凌晨12点22分 这个时间已经晚了 我最近遇到了很多这种 很晚的时间回家的情况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就是这样 人生总是有充满很多的意外跟无奈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发生在礼拜六的事 礼拜六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夜晚 那天晚上发生了非常多事 不是只有我自己的事情 整个全台湾其实都 有一些很开心的事情 我等一下就会跟你们讲到 总之我先讲 从我自己发生的事情 来跟你们大家讲 我那天晚上 礼拜六晚上 要去参加一个热无色的老人party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社团 老人就是 老人的意思就是学长姐毕业以后 就可以归类为老人 然后 反正今年就刚好一个时机点 然后有一群学弟妹就很热心 帮老人一起办了一个party 那老人知道说有party 那他就当然就回去参加一下 简单来解释就是大家毕业以后 可能会办什么同学会 校友会 或学长姐姐聚会什么的 那我们热无社会办party 就找大家一群社会人士 一起回来跟年轻人一起跳舞 那那个party的现场 我可以跟大家 我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 那party的现场 其实你就很明显 你可以看到分成两坨人 就有一坨人 就是超强 他们就是学弟妹 青春活地 然后这边扭动 然后大招狂放 然后身体都非常柔软 然后你就看他们在那边 哇 在那边battle 在那边cypher 然后很好玩 然后很high这样子 大吼大叫的 然后狂喝酒什么 哇 就很会party 然后另一边就是另一坨人 他们都窝在角落 然后就很明显发现 他们只在一个很小的 很小的那个范围 在那边晃动 哪一群人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这群学长姐 就是一群老人 就是一群社会人士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慢慢的 晃动 因为每个人身体都非常的僵硬 然后出社会以后 根本没有什么时间 在那边跳舞 所以就是 很白痴的在那边扭动 那个画面真的非常荒谬 你就看到像一群公园阿伯 还是公园大妈 在那边跳牌舞的感觉 然后或者是说 我不知道 就一群上司 在一个地下室的角落 这边 我觉得很好笑 那个对比真的是差超级多的 就是那个party里面 其中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画面 另一个很有趣的画面 其实是从我自身的角度 我跟你讲 像这种热武社的party或什么 他们都会安排一些表演 中间会有一些表演 然后最让我感到不一样的就是 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近距离 看一堆露很多的辣妹跳舞了 我说辣妹 我不是在跟你们讲那种很普通的辣妹 我是跟你讲真的辣妹 就是那种 几乎是露出半个屁股的那种辣妹 就是热武社现在的小孩子 应该是我们以前也是讲 但是热武社的小孩子 通常都会比较敢秀自己的身体 通常是很想要辣的 大家就是出来玩 就是要展现自己的青春活力 就是要辣的 所以我真的很久没有看这种辣妹跳舞 那在热武社的一个基本的好处就是 你真的是可以近距离看到辣妹跳舞 就真的超近的 多近 我跟你讲 就大概两到三公尺的距离 然后他就在你的前面 就是做一个巨大的wave 然后就Oh my God 这真的太近了 这算是热武社的基本盘 那不过呢 其实我们都是出社会的社会人士 我跟你讲 我大学时代研究所 实在看这种舞 就已经看到腻了好不好 以前在舞社里面是几乎 没几个月 他们就有一个大表演 没几个月我就在那边看的 我还帮他们 就是你知道吗 还是要给出一个建设性的意见 说你们这支舞要怎么样 我拜托 我这种东西就已经看很多了 我去之前 我就想说拜托 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 我都已经快40岁了 这种东西露出来有什么好看的 有什么好露的吗 对不对 然后我这次去看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看了 我这次在现场看 就看到他们也是在两三公尺 我的两三公尺前面跳舞 我内心我真的是感觉到 其实还是蛮好看的 现场其实还是蛮好看的 你说我就算是一个成熟的大人 我已经看过风风雨雨 但是那现场我只要看到 女生在我两三公尺前面 然后超级辣的那边跳舞 我还是感觉到 真的震撼 真的 没有啦 我说真的 就是像这种现场表演 你都会觉得说 我已经看过很多辣妹或什么 看过IG上面一堆辣妹 拜托露的更露的 我都看过了什么 然后或者说 我曾经看过A片什么 我跟你讲 你如果去现场 看过这些表演的话 那个感觉真的 真的差很多 我真的已经忘记 那种在现场看到 那种辣妹热舞的那种 那种心情的你知道吗 然后这次去还是觉得 超震撼 震撼的要命 这是我第二个 在这个party现场感受到的感觉 第三个感觉就是很好玩 就是年轻人真的喝起酒来 真的是没在怕的你知道吗 现场的酒 当然就是也有啤酒 然后也有简单的调酒 那个酒当然也是就是 助性而已 并不是说什么夺猎的酒 但是有些人 有些年轻人 就是比较不深酒力 我们在最后 就是真的是看到 有一些年轻人 就是喝到ㄎㄧㄤ了 然后我们就看到 有一个女生 她真的喝得超级醉 然后她醉到怎么样 你们知道吗 她醉到她外面 抓每一个经过的男生 然后也没有要干什么 她就抓住那个男生 然后去把他们壁咚 超好笑的 就把她推到墙上 然后壁咚那个男生 说哼 怎么样 怎么样 然后大家就笑着一团 哇 年轻人真的是很敢玩 真的很好玩 反正就是 这就是party的一个经过 很好玩 我还是觉得 偶尔来这个party一下 其实是 气氛都蛮好 然后我也是可以 让我的筋骨稍微松软一下 不然真的是 身体有时候都要生锈了 然后其实我们那天party 还有一个重头戏 就是我们这一届的副社长 要跟我们这一届的一个干部求婚 他们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热武社里面认识 那他们认识的时候是大学大一新生 那我那个时候是研究所时期 所以我那个时候是26岁 然后我就你知道吗 我那个时候是亲眼看到他们 从就是认识到相处 然后交往 然后一直到现在 爱情长跑了10年 看他们这样一路走来 然后现在那个副社长要跟他求婚 哇 整个过程感人的要命 那个副社长就跟我们说 我们是在热武社相遇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在热武社求婚 有始有终 真的是 这个话都讲出来 我们真的每个人都觉得 真的是蛮感人的 这种有时间的一些活动 就是有那个醍醐味 我们那一天当然也看到了很多老人 很多以前的学长界 大家都没什么变 其中有一个学长也说 我们遇见你的时候 你就长这样子 你怎么到现在30几岁 快40岁 你还是长得一样 然后我就听了 就说你们不要再客套了 我明明就老多了 他就说没有啦 你以前看起来就很老 我就说靠北啊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这种节奏 但是就是很好玩啦 我觉得 有些事情就是例如说 有些事情就是越沉越香 你知道吗 就算你们以前有一些什么争执啊 或者有些合作上的什么啊 或者是什么 但是你时间一拉长 这是一切不开心都烟消云散 然后就只留下一些什么真挚的情感之类的 虽然我现在讲起来有点肉麻 但是真的 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那反正我们 后来party完大概9点多吧 我们就去吃热炒 去吃宵夜 那大家你知道激烈运动完之后就是 一定就是大吃一番嘛 然后喝点酒什么的 我是没有喝酒啦 因为我后来 我等一下要骑车回家 那总之呢 就是大家就是吃一吃吃一吃 你知道就是我们当天在吃热炒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大概有 我们一桌十几个人嘛 然后就有一半的人都拿出手机在看 然后另一半的人就是都凑过去在看 你知道我们在看什么吗 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讲 其实那一天有另一件大事 另一个大事就是 那天是经典赛的那个中华队经典赛 棒球经典赛 中华队对荷兰的那一局 那一场 那如果有在看这个经典赛的人就知道 那一场其实蛮关键的 就是它是 应该是 那一场是怎样 就是如果说我们赢了的话 我们的晋级几率会大增 然后如果输了的话 基本上就是out 所以那一场算是一个很关键的比赛 而且荷兰队并不是什么 肉咖队你知道吗 荷兰队在那一年的评比里面算是 一个里面都是大联盟的强打者的一队 所以就非常关键 所以大家都在看 非常的紧张 然后当然看了看了看了 看到后来我们边吃边看边吃边看 最后就是一路这样打到九局 然后我们好像是七比几啊 七比二之类的 领先超多分 哇 超级好看 我们每个人看那个比赛 都很振奋 士气大振啊 然后最后打赢那个荷兰 哇 全部那个热炒店的人都 啊 这样 类似在欢呼什么的 哦 好好看 然后又吃东西 又很赞 所以那一天晚上真的是非常赞的一个夜晚 就是我看到很多老朋友 有那种岁月的醍醐味 然后副社长求婚大成功 超爽的 看到人家求婚成功 你知道那个气氛整个超赞 然后我那天跳了舞 还吃了热炒 然后经典赛又赢了 心情真的是超级痛快 超级畅快 那就是一个很棒的夜晚 那就是标准一个百分之百 赞的夜晚 没有比这种夜晚更赞的事情 这么多好事在一天之内 一个晚上之内全部发生 你知道吗 但大家知道吗 一个晚上有这么多好事 就是有人要付出代价 就是有这么多的好事 那一定有人就是 做出现很多坏事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是一个 一个阴跟阳的平衡 它一定会有一个 一定会有一个好事跟坏事的平衡 所以我刚刚说 有人要付出代价 你知道吗 最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最衰的就是 那天付出代价的人就是我 就是一个 以下就是一个乐极深悲的故事 总之那天我吃完了热草 然后跟大家道别之后 我骑上我女友的Gogoro 然后那天温度很舒服 不冷不热 微微那是一个微微凉爽的夜晚 所以骑车骑在那个路上 非常的舒服 一路骑回家 我的心中都无比的开心 因为那天发生了很多好事 那是一个很棒的夜晚 后来我回到女友家的时候 时间是晚上的11点半 也不算是太晚 那个时间回到家11点半 就是刚好给洗澡睡觉 那么下车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个女友传来的讯息 她说她先去睡了 想说这很正常 因为她明天也还要上班 所以就11点半还很正常 于是呢 我就亲手亲脚的 走到那个她家门口 然后从我的口袋掏出钥匙 我的女友家 她的门有两道门 关于这个门呢 其实有另一件小插曲 想要跟大家讲 就是我女友每次 有好几次回到家 其实她都忘记锁门 然后有一次是 特别夸张的一次 就是她回到家很急 打开门以后 她的钥匙还挂在门上 她就把门关起来了 而且她那两道门 有一个外门跟内门 她那一天那个外门 还都没有关 就是稍微这样 微微地开着这样子 然后钥匙插在她的内门上 然后她就直接 一整个晚上都这个样子 她就跑去睡觉了 然后隔天早上 她出门的时候 她才发现 我的钥匙呢 然后她打开门 才看到 我的钥匙挂在门上 一个晚上 然后她就跟我讲 非常夸张 我因为这件事情 我念过她好几次 她一个人住在家里面 你不能这么的 这么的夸张 怎么会把人 怎么会有人 把钥匙留在门上 然后也没锁门 就去睡觉了 就是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超级夸张 总之我那天晚上回家 我就伸手 拿出钥匙 我们先从口袋 盗住钥匙 然后我就伸手 去开那个外门 结果呢 我一转那个外门的门把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外门锁住了 门锁住了 What the fuck 我又试了一次 就又试转一次 那个门把 哇靠 真的不行 门真的锁住了 门真的锁住了 你平常就门都忘记关的一个人 然后你今天门锁的也太好了吧 我没有外门的钥匙 你知道吗 因为他通常外门是不锁的 他通常都只锁内门 他今天锁这个外门 他锁 他挡住的不是坏人 你知道吗 他连男朋友都挡住了 那个时候就是半夜11点半 然后我没有外门的钥匙 我呈现一个 没有办法回家的一个情况 我完全回不了家 太夸张了吧 所以你知道吗 我一开始我发现了这件事情 我就开始 当然就像正常人一样 我们正常人遇到这种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就开始传LINE 打电话 打LINE 全部都没有用 全部都没有用 当然没有用啊 我女朋友是一个很注重睡眠的人 他在睡觉的时候 手机都会直接开飞航 然后我就开始突发炼钢 我想说 好啦 我试试看敲门 没有用 敲门也没有用 而且那是一个很安静的社区 我又不敢敲得太大力 因为我敲得太大力 我怕吵到周遭的邻居 然后如果邻居来骂我 我也没办法 然后我女朋友又是 刚刚有讲嘛 她除了手 她很注重睡眠 其实她手机除了开飞航之外 她还会开白噪音 所以我怎么敲门 轻轻敲 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 完全都没有用 她绝对不会醒 我就知道她绝对不会醒 那你听到这边 你也许会觉得很奇怪 那应该有门铃吧 你按门铃走可以吧 就是那种传统的门铃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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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理来讲 她就会醒来了吧 对吧 但我跟你们讲 我女朋友的家 就是没有门铃 就是没有门铃 她的门铃好像原本有了 然后后来坏掉了 然后就没有再换了 因为我们 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开玩笑 我跟她聊天的时候 还在想说 现在哪有人还在用门铃 这种东西 对不对 门铃坏掉就让它坏掉 对不对 你的大楼底下有一扇门 可以按底下的门铃就好 哪有人都已经从底下的门进来了以后 到楼上还要按门铃了 这是什么奇怪的 就是哪有这种事情 对不对 我们现在年轻人 鼻子在联络 在约东西的时候 都用手机就联络好了 对不对 没有人在用门铃 结果现在 我们那个时候有说有笑的结论 造成的 就是我今天回不了家 我没有门铃 打电话也不通 敲门也没有人理 Oh my god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情况 我真的没有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情 她居然把门全部都锁住 然后我没有钥匙 你知道我后来崩溃到什么程度吗 我真的超崩溃 我在那个门外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真的是耗了大概10到15分钟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 难道我现在 我要去爬窗吗 我要从外面吗 我要沿着那个水管这样往上爬吗 很危险耶 而且如果被邻居看到 我还会被人家报警 抓下来吧 我也不能做那种事情啊 我崩溃到 我站在那个门边 我想说敲门没有用 我还跟我女朋友的猫讲话 希望她听得懂我讲的话 我跟她讲说 Happy啊 我的那只猫叫Happy Happy啊 去叫姐姐醒来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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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叫姐姐 你知道吗 我在那个门口 试各种音调 我想说她应该 她应该是支神猫 听得懂我讲的话吧 结果完全没有用 Happy也没有去叫她 所以后来我真的放弃 我大概耗了20分钟 还是 我也不知道我耗了多久 我后来真的放弃了 所以我就离开我女朋友的公寓 然后我就去便利超商 用yoyo卡 用yoyo卡先买了一瓶水 我想说 我必须要有这个生命的泉源 我必须要先活过这个夜晚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先补充水分 然后就带着那瓶水 我就找了一个空旷的公车站 然后坐到那个公车站的椅子上 仔细思考 接下来我那个夜晚该怎么办 我这个人当然是有那个 野外求生的经验 所以我非常知道 接下来恢复冷静之后 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我先检查一下身上所有的装备 所有的一切 然后判断一下现在的环境 我身上有信用卡 和yoyo卡联名卡 所以就是我现在身上有 信用卡跟yoyo卡没问题 然后我的手机 电量剩53% 然后我身上有带着身份证 跟健保卡 还有女朋友机车的钥匙 就这样 为什么我身上的东西这么少 因为我出门的时候 想说我要去party 我把我所有的家当 我所有的各种东西 全部都留在我女朋友家里 我连皮包都直接丢在我女朋友家里 想说我有带身份证跟健保卡 去party应该就够了吧 如果警察来领检我也有身份证 没问题 应该就这样就够了吧 所以我有的东西非常的稀少 但还好那天并不会到太冷 所以我那天晚上不会冷死 所以我现在好 我现在身上的东西就是有钱 我有身份 我还有交通方式 我有一台机车 那我有什么选择 我接下来有什么选择 我想一想 我就想说 我其实有四个选择 我那天晚上有四个选择 我第一个选择就是 我可以回老家 我基本上还是一个台北人 所以我还是可以回父母亲的家 我可以去按门铃 吵醒我的父母亲 然后吵醒他们之后 我就一直被他们吼着 吼回我的旧房间 然后躺到床上睡觉 就这样 但我当然不希望这样 就是要吵醒别人 要麻烦别人 而且我所有的东西 我的惯洗用具 我的换洗衣服 都在另一个地方 都在我女朋友的家里面 所以我回老家 还要解释很多东西 我觉得我不喜欢这个方案 然后另一个方式 是我可以去住旅馆 那旅馆就是有惯洗用具 然后舒舒服服的 所以算是可以 很舒舒服服的过一个晚上 但我马上就是用Google Map 查了一下附近的旅馆 不查还好 台北旅馆真的都超贵的 我找附近的旅馆 结果附近旅馆 一个晚上大概都至少要2000块以上 我还想说 要不要找青年旅馆 结果后来我查一查 那种真的很便宜的青年旅馆 都在市中心 远的要命 我如果现在骑车过去 还要半个小时 我就觉得 你为了这个事情 然后你还要骑回 我刚刚才骑出来的市中心 大家知道 我女朋友家是在那个文山区 还算是台北市的边陲地带 然后我们party的地方 是在林申北路附近 我就明明刚刚在市中心 我如果要住的话 我刚刚就去住了 我都已经骑到这个文山区 就是台北最南边的地方 然后现在我为了要住青年旅馆 我要再骑回去市中心 你知道吗 我只是觉得就是逻辑上很不通 非常的愚蠢 所以我就觉得 住旅馆好像不是什么好主意 接下来就是第三个方案 我可以去找朋友借住一晚 所以我就想说 好 那找朋友 我要找谁 这个时候你才知道 我在文山区 已经没有朋友了 我想一想就觉得 我要找谁啊 天哪 现在这个晚上11点多 我要找谁我才可以借住一晚 我好像真的没有朋友 我之前有去借住在讲喜剧的朋友家中 我借住过在那个讲漫才的妈友 他的家里面 就李安的家 他的家其实也在市中心 然后我也可以借住 我有个高中同学的家 我觉得我相信他应该也是很OK 但是他家也在市中心 我当下就觉得我干嘛离开市中心 我不应该离开市中心的 但谁知道呢 我都已经在文山区 我才发现说 我被锁在门外 所以没办法 这都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 就后来想了好久 我才想到 我有个国中同学 他住在那个政大的山上 所以我应该可以借住他家 所以我就在12点多的时候 快要 对 12点多的时候 我就私讯他 我就私讯他说 你醒着吗 然后他没有马上回我 所以我就先放着 这个就是一个备案 我希望那天晚上 可以在家借住一晚 然后还有第四个方案 第四个方案 就是我可以在街上撑到四点 然后照我 照我自己知道就是四点的时候 我女朋友傲娇的猫 通常会叫我女友起来 他会直接踏行我 扑到我女友身上 然后踏行我女友 然后叫他喂东西吃 我可以等到那个时候 然后我 你知道吗 我幻想中的那个想法 就是说猫把我女朋友叫醒之后 我女朋友就会 奇怪我男朋友怎么还没回来 然后他就会去看他的手机 然后就发现 原来我把门锁着 然后我就在这个公车站 我就在这个空荡荡的空车站 等到晚上四点 我应该就可以回家了 这就是我四个 四个方案 当下我已经算做完了 我已经传讯息给我国中同学了 然后我接下来也只能就是 要嘛就是等他回我 要嘛就是等我女朋友醒来 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那个时候 很白痴的一些方案 但我也无能为力 我没有办法 其他方案都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总之我坐在那个公车站那边 我就开始东想西想 你知道吗 我也没有办法啦 我没有事情 其他事情可以做 我跟大家形容一下那个夜晚 那是一个非常平静的夜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台北的深夜 曾经在 尤其是郊区的深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的经验 那那个时候路上已经没有多少的汽车 也没有什么公车 这样的夜晚 其实你会想到很多事情 你脑中会想到很多事情 我一开始想到就跟那个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就是那个鸟人这部片的开头一样 如果还没看过的可以去 我不知道Netflix应该有吧 然后我就像那个电影的鸟人开头一样 只是我不一样 它是漂浮在半空中 我没有漂浮在半空中 但我心里完全就是他讲的第一句话 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 How do I end up here? 那个意思就是 我怎么会沦落至此 我就跟他想着一样的 就是我怎么会沦落至此 我是一个37岁的大人 我有着家 但是我回不了家 我想着想着 我就开始想着我所有的过去 你知道吗 我想到我大学的时候 我是怎么学会做人的 我出社会是怎么学会做人的 然后我想到我30岁 开始爬山的事情 我想到我32岁 开始接触喜剧 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 32岁第一次上台 然后我2020年为了逼自己 训练自己的口条 我开了这个个人的podcast 这一切这一切 一直到现在 37岁 没有什么成就 没有留下什么作品 没有留下什么任何东西 我就一直想 一直想 一直想 从我出社会一直到现在 想了这十几年的岁月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我突然发现 我现在在想这些事情 就是人生的跑马灯 我是不是要失温了 我是不是要死掉了 我当时就忽然惊觉 不行 不能再想这些东西 不能再想这些东西 我不能一直回想我的过去 太可怕了 真的是会被自己吓死 所以我后来就下行之后 我就赶快又在想别的东西 我又在想 会不会是我做错了什么 所以女友才把那个门锁起来 是我忘记了什么吗 那天晚上女友 一切都很正常 那她为什么要把门锁起来 女友是不是在惩罚我 我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对她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开始想说 我这几年到底跟我女友怎么样 我们交往到现在也三年了 我真的仔细回想 我对她真的 好像没有那么的好 你知道吗 她跟着我其实蛮辛苦的 我赚的钱其实也不算多 她平常其实也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没有很多的时间陪着她 我们好像也 就是每周有一集约会 但是好像没有 一直很享受 就是各种的轻浮什么的 我心里想到这边 我就觉得 好愧疚 我好像是一个真的很没有用的人 我应该要好好照顾她的 可是好像就没有做到我的责任 现在我坐在这边 有家归不得 什么都做不了 这好像就是我人生的写照 你知道吗 我想着想着就觉得 天哪 我真的 好像亏待了我的女朋友 这个时候 就在我想着的同时 我的电话忽然响起 我那个时候发现 时间已经12点半了 我已经在外面游荡了一个小时 这个时候我拿起电话 我发现 电话是我女朋友打来的 我忽然感到一阵鼻酸 你知道吗 因为我在想前面 我在想那件事情 然后喉咙有点哽咽 然后接起电话来 我就说喂 然后我就听到她的声音说 我忘记了啦 咳咳 我门锁打开了 我继续睡哦 你赶快回来 拜拜 我起椅子了 我听到她的声音 我起椅子了 我想说你还装可爱啊 我在这边感动 我在这边回想我的过去 然后你在那边咳咳 你在那边咳咳 我心里的感动完全消失 我心里就整个 只是在想你搞什么东西 你就这样 就忘记了 根本也不是故意的 就是忘记了 呛成这样 平常都不锁门 然后现在 男朋友明明就跟你说 今天 要回到家里面 我东西都还摆在你家 然后你就这样 把门锁起来 害我在外面游荡 游荡一个小时 搞什么东西啊 气死我 总之后来就是 她一个小时之后 就醒来了 可能想要尿尿之类的啦 然后醒来之后发现 我怎么还没回来 然后才打开手机看 然后才发现自己有多ㄎ 自己是把这个门锁起来 反正 这就是我那天晚上 一个峰回路转的夜晚 去见了很多老朋友 看了朋友求婚 经典赛大圣 然后被关在门外 一个小时 大概就这样 虽然是我这个人生 很少遇到的一个情况 我人生真的很少 有这种很ㄎㄧㄤ的事情 但是幸好我女朋友蛮ㄎㄧㄤ的 大概就这样 给我一个非常不平凡的经验 那个感觉真的很无力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它其实也不是什么 多严重的事情 就是你如果真的要解决 你就真的是 花点钱去住旅馆 或干嘛 或真的就在街上 买个饮料什么 其实轻轻松松度一个 过一个夜晚其实也可以 但不知道 那天就是很妙 我觉得我这个人生 很少遇到那种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事情 这算其中一个 我其实就真的坐在 公车站的那个躺椅上面 然后慢慢享受了 那个平静的夜晚 很妙 好啦 时间也完了 我们今天 啪开子就录到这边 我也不知道自己 因为真的太晚了 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 讲的怎么样 但大概就是这样了 谢谢大家收听了 我们今天就录到这边了 我是张敬伟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了 拜拜